长厨 今天我们学做营养丰富老少皆宜的蛋炒杂菇 首先要将木耳香菇和平菇分别放在碗中注入适量的清水浸泡一小时左右 接着我们要把浸泡好的木耳香菇和平菇倒入筛网中 用清水冲洗干净并沥干水分 把洗干净的木耳切成小块 将香菇去地切成小块 切掉平菇的根部再手撕成小块 洗干净的金针菇也要撕散开 在装有生抽的小碗中倒入盐 白糖搅拌均匀 制成酱料 在热锅中注水煮沸 放入木耳块 香菇块 平菇块 煮三分钟直至沸腾 沥干水分后放入碗中 在碗里倒入生抽 搅拌均匀 这时我们要在热锅里倒入适量的食用油烧热 放入拌好的食材和金针菇 再倒入芝麻油 均匀翻炒 看到色泽均匀之后 关火出锅 装盘后撒上白芝麻就可以咯 味道鲜美的拌炒杂菇 完成 看视频 学做菜 就选 长厨